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0年9月8日 星期二 這節也是繼續 聯合廣播的升旗易得道 大家好 這一節我們就是很努力地繼續發掘 其實不用努力的 一找就有了 唾手可得 因為其實就是遍佈著大陸可笑的新聞 其實是 全世界都有 我們只是稍微去看一看 就會找到很多材料回來 盡情恥笑大陸 無情地嘲笑 這一節也是相當好笑的 又有這個 習近平 性騷擾團隊出現 沒錯 習近平犯罪集團 其實是遍佈著各式各樣的犯罪人物 這就是性犯罪系列 其中一個性犯罪系列 就是 被譽為 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經濟智囊之一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分校 講座教授鄭永年 被指控在 擔任新加坡國立大學 東亞研究所所掌期間 性騷擾兩名女職員 新加坡怎麼讀呢 鮮渣坡 新加坡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鮮渣坡 沒有這個內容 說他性騷擾而已 如果是剛才的動作就是非禮 性騷擾和非禮也是兩位 暫時還沒有揭發到那個部分 不排除有 到底這個習近平 核下的團隊有多 犯罪集團 他根據新加坡的警方說 他 已經向鄭永年發出嚴肅警告 其實新加坡警方已經調查了很久了 這是媒體綜合報導 一個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女職員 上個月在Twitter發文表示 自己 在2018年5月 進入東亞研究所工作 第一個月就被所長鄭永年性騷擾 這隻狼也算是很糟糕的 你不是研究經濟嗎 你不是幫大陸研究經濟嗎 一來就 性騷擾人 我在想如果研究經濟 他是不是即時測試當地婦女價格呢 我立即想起那個 電子 叫雞的 經濟學教授 香港的那個叫雷鼎明 用支付寶叫雞 其實如果你在一個女性面前 工作環境 不停 你是上司 人家下屬 不停地跟人說叫雞 叫雞 叫雞 其實這個真的是性騷擾 因為人家沒有辦法反駁你 叫你收聲 而你基本上就是 以上司的壓力去壓制人家 使用上司力量壓制 而且不斷纏繞著人家說一些性的話題 而且還要叫雞 甚至是扁低女性的話題 這個一定是性騷擾 沒錯 我們繼續說這段話題 他說 由於擔心工作不利 經過一年的掙扎 在去年5月份報警 警方在今年5月完成調查 你新加坡警方究竟是甚麼辦事效 又說全宇宙最優秀的公務員團隊 最優秀的公務員團隊 因為收了大陸錢 因為舔共舔得多 舔是生秀的 今天繼續說 警方一年之後才完成調查 並對鄭永年發出 涉及 威懾罪行的警告 他們的法例 調查完之後 最後才發出警告 即是沒有檢控 這個情況仍然是 女職員 繼續指控 東亞研究所一直包庇鄭永年的惡行 不但漠視他的投訴 甚至在警方結束調查後 反過來向他發出溫和的警告 叫做soft warning 勸他不要接近同樣被性騷擾的女同事 男子一個 聽清楚整件事 他們怕他們是吹嚇的 他們怕他們會玩大串連 一齊出來指控 適郎教授 習近平 犯罪集團的其中一個適魔 在一個頂的那裡 踢習近平 推 Twitter 如果我們 嚴重地說 根據趙盾士奇君 習近平是適魔 為什麼呢 你的經濟學角師是適魔 你也是適魔啦 有其師 必有其徒 那就是整個 中華民共和國的適魔集團 沒錯 適魔國家 你是國家主席 除非你不做國家主席 不然你這個國家就永遠灌注適魔國家的名字 性騷擾國家 其實他也不停在做這件事 王毅走出去也是在性騷擾歐洲 結果就被人家屬殺了 叫王毅吃屎啦 你現在有彭博舔你啊 想跟你吵架 繼續讀下去 星國警方發言人 3月3日證實 曾於去年5月13日 接獲有關鄭永年在18年5月30日 非禮的一名女子的報案 警方調查後諮詢總檢察署的意見 在今年4月23日 整件事不一樣 真是有非禮的 真是有非禮的 這是一個適魔來的 在今年4月23日 給予鄭永年嚴肅警告 下方四日也說 知道 前所長鄭永年涉及兩喜鼻子非禮事件 兩宗 鄭永年也正為其中收到嚴肅警告的性騷擾事件 接受內部調查 但結果尚未出爐 並說鄭永年已向東亞研究所和新加坡國立大學請辭 並獲真休假 只包不住火 即是畏罪潛逃 雖然兩宗 就是走路 甚至乎我認為 他繼續 應該是這樣說 根據這個香港 某裁判官的經常性說法 這個叫做你不是犯了兩宗案 你是被人抓到兩宗案 你絕對不是初犯 你是第一次被人抓到 這次你絕對不是犯了兩宗案 而是只有兩個人敢出來指證你 只有兩宗案件夠證據 所以你是慣犯 鄭永年 其實是何許人也 這條是一個咬頭 是他向習近平提出香港 要第二次回歸 要回歸共產黨懷抱 這個完全是性侵香港 他這個是一個色魔 是強姦香港 這個陷糕 大家記得鄭永年 認住這條狼尿 你學人做經濟教授 只要共產黨 接管香港 香港還搞甚麼經濟下去 你的書在哪裡讀回來的 新加坡國內大學 即時變成九樓學府 也不緊要啦 其實也很快 誰舔共 誰偏九樓 做得共狗的下場 自然是被人罵了 包括彭博 彭博也被人罵了 新加坡一直沒有發聲 新加坡其實那麼久是時代革命 有他老婆何貞 一直都是敵對的 從香港一直都是敵對的 從來都沒有站在你任何身邊 去到美國禁制之後就不出聲了 美國指望他的頭 你的飛機大砲是誰給你的 收回了 讓你跟中共買吧 把六甲海峽 我指望你幫我夾著中共 你現在做甚麼 你打算收中共的錢放中共過去嗎 新加坡我一向都不相信 這個政權也不相信 何貞 全家產也全家產 李顯龍這個混蛋 這個狗男女 這個真的不用說了 這個從來是美國的馬來的 那些武器是誰給你的 新加坡的作用很明顯就是一個煙喉 美國就打算照顧你 拿來對付共產黨 你對付馬共 所以才支持你 是反共支持新加坡的 而不是支持你去舔共的 弄錯了 如果新加坡不肯歸邊的話 將來一定是被美國放棄的 現在很明顯 美國最近有一個新的聯盟 是日本 印度 澳洲 美國 是要將這個產業鏈轉移 印度 還有台灣 還有台灣 日本和澳洲 建立了一個新的秩序 亞太新秩序 或者印太新秩序 但是 中間沒有提新加坡和南韓這兩隻狗 因為那兩隻狗是怎麼說的 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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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乃 新加坡也沒有提 新加坡的武器 完全是來自美國的 新加坡很多軍隊除了台灣 訓練之外就是在美國訓練的嘛 美國協助他們協防 學捷皮 你老母 唱K 所以我們對新加坡那麼嚴厲批評 是絕對有原因的 本身香港已經有一大堆藍絲 經常叫人學新加坡模式 來來去去就叫人學新加坡 新加坡也知道 是一個獨裁的地方來的 是一個假議會的地方來的 假民主地方來的 所以香港就不會叫你學大陸 當時 現在就在學大陸 當時就叫你學新加坡 新加坡 唯一有一樣東西可取 就是獨立 唯一有一樣東西可以學新加坡 唯一有一樣東西可以學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個地方 比香港還小 一樣是可以有防守 他的軍隊是相當之多人的 他的武器是最先進的 新加坡其實跟馬拉是真的隔著一條河 那個不是海來的 那是河來的 而且新加坡的陸地面積是比香港還小 比香港還小 所以我們看這篇新聞的時候 連銷帶打 一槍就打過兩個人 打的時候要適摩鄭永年 打到新加坡的走狗政府 現在突然間 真的做了中共的狗 做了美國的狗 乖乖地從一二中 告訴你 有意心的狗一樣要湯來吃 告訴你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拜拜